我来唱一首歌 古老的那首歌 我轻轻的唱 你慢慢的喝 是否你还记得 过去的梦想 那充满希望 灿烂的岁月 你我为了理想 历经了艰苦 我们曾经哭泣 也曾共同欢笑 但愿你会记得 永远的记者 我们曾经拥有 三费 怎么每个人看起来 都很有经验的样子 好像要只有一个人 不要化妆 不行啊 town住一代理 凡方案 不要眼睛 不要晃脏 仔细想想要怎样才小平分 怎样才能让人眼睛一亮 好啊 进 进去 莫言 方言 你拿你的后脑勺对着我做什么 老师 我想你宁可看他的后脑勺 也不会想看他的妆 再难看的妆我都看过 方言 你如果再不转过来的话 以后就用你的背面走台步 方言安 你原本就是一个天鹅 你怎么把你自己弄成一个丑小鸭 老师 你不是说主题是冰分吗 冰分我能想到就是很漂亮的烟火 所以我就把自己的脸想象成星空 在上面点缀一些颜色 就很像五颜六色颜色一样 我只看到马戏腾的小丑 真的 真的 你就说我不会化妆吗 不会化妆就算了 我看就是你的审美观出了很大的问题 你不信把你这张脸蛋带回家 再让你的家人看一看 好 再难看的妆 再难看的衣服 一个专业的模特 同样能充满自信去面对所有眼光 这一点你可以做到吗 像你这样 憋憋扭扭 又没有自信 又没有审美观 也不会化妆 你到底想不想做模特 好啊 看就看 你干嘛这样笑我啦 这是我第一次化妆 没有没有 我不敢笑你 不敢笑你 你 你的 真的很有创意 很特别 连你都这样强 就很没有自信 我真的不是 不会配色 也不是没有审美观 是我 我就不懂老师到底想要我表达什么吗 陈老师 她的主题是什么 缤纷 就是五彩缤纷的缤纷 所以我才会想说 应该就是像方烟火一样 五颜六色的感觉 你看 五颜六色 我想到了 你为什么要带我来花店啊 你为什么要带我来花店啊 该不会 想叫我改行来卖花吧 哎呦 我带你来花店是要欣赏 这些花 欣赏 嗯 你看到这些花 你有什么感觉 嗯 粉色百合 给人家有一种 纯洁又典雅的感觉 这让我想到佩芬耶 好可爱哦 娇小可爱 而且 而且 又不会强加她风采 这让我想到玉婷 很有自己的味道 那黄色的文新兰 你看你这样拿来说 她好像在跳舞一样耶 这让我想到芊芊 她每次跳 就在金银的时候 就是这个样子 花跟人是一样的啊 她也是有线条 也是有色彩 也有个性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这些花 她本身不会说话 所以她必须要借由蝴蝶 蜜蜂 去串递花粉 延续她们的生命 所以呢 她们必须要用鲜艳的颜色 去绽放出她们生命的色彩 不会说话 不会说话 所以 模特也是不能用言语 来表扬她们的感受 她们只能用 肢体以及眼神 表达出 对商品的感觉 所以 陈老师叫我感受的是 缤纷的方以安 而不是缤纷的颜色 嗯 你知道为什么要送情人 红色的玫瑰花吗 因为红色玫瑰花 不代表爱情 而且红色又给人家 很热情的感觉 那你愿意接受我的热情吗 尝尝不满の心 当年こ此の Halloween 诶 冯姆 诶 冯姆 你们的表情 怎么那么严肃啊 发生了什么事 你和玉婷姐谈恋爱的事情 被陈妈妈发现了啦 她反对你们交往 还怕玉婷姐偷偷去找你 叫她把你家的客都给辞了 怎么会这样 我要去找玉婷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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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去啦 陈妈妈说了 她不惜一切代价 住这边来往 甚至还要玉婷休学 现在啊 语婷上下课都是由大哥接受 说难听点 就是在监视她的一举一动 所以你想见玉婷啊 那干什么可爱 这样 玉婷也太可怜了吧 我去跟陈妈妈说清楚 我对她的感情是认真的 王府 等一下 王府 你现在去 你只是火上加油而已啊 对啊 现在陈妈妈都在气头上 你说什么她都不会接受的 只会让玉婷更为难 那我该怎么办 我看 你还是暂时不要来五十次项好了 我连找你们都不行啊 你来找我们当然可以 只是最好不要让陈妈妈碰到 也暂时我们先不要去找玉婷姐 不然我怕陈妈妈反应会更激烈 会让玉婷姐更伤心 官府 你先不要难过啦 等到过了一阵子 陈妈妈心情平静一点了 我们再来慢慢想办法 慢慢解决 好不好 好 好 我知道 我会让玉婷为难的 陈品章 我不喜欢拐弯抹角 你对于广府跟玉婷交往的事情 有什么看法 我不赞成 不只是年龄的问题 我也觉得那广府 根本就不能给玉婷幸福 你觉得 那你觉得玉婷心里是怎么想的 你在乎过她的感受吗 玉婷在港陷入紧握 现在要她隔着这段感情 她心里一定很难受 所以你宁可看着自己的妹妹 一点一点的失去笑容 我没有 我没有 虽然我才住进你们家没有多久 但是我看得出来 玉婷从小到大生活的重心 就只有你跟陈妈妈 说得好听 她是在你们的保护之下长大 说难听一点 她根本没有属于她自己的人生 你说说太严重了吧 或许是 但你扪心自问 难道你没有给过玉婷压力 要她委屈自己 活在你的价值观之下吗 多看看玉婷的表情 到底玉婷什么时候 才能够拥有自己的人生 勇敢去爱你 等待对方 有时反而 只会带来更多的压力 到底玉婷要怎么做 才能够最好 你自己好好想一想 我先去吧 我来看她 KHALASS 走 我来看她 不要嫌疑 我一会儿 她去找她 你会儿 我呢 未來 玉婷好 這陣子不能常跟她見面了 所以我要把這本筆記本送給她 讓她知道 那個時事跟哥都想著她 逗著她開心 玉婷 玉婷 哥 哥來接你了 謝謝哥 要不我帶你去買 你最愛吃的蔥油餅 然後邊吃邊走回家好不好 嗯 開心點啦 蛤 就不會去買 就這樣 當心 等我 七 事 還好 我 三 快 我 不 エヽ ノ 以前我四個各忙各的 也沒有常常聚在一起 可是現在玉婷被陳媽禁足了 我們四個少一個 感覺就是怪怪的 不行 這樣下去 玉婷一定會難過死的 我們也會跟著難受 我覺得 既然陳媽媽反對光輔 跟玉婷交往 我們不如化名為案 讓光輔跟玉婷 偷偷地談戀愛 你們覺得怎麼樣 所以我們現在 應該先瞞著陳媽媽 讓我們幫助玉婷跟光輔 私底下偷偷談戀愛 讓時間證明 他們是彼此真心相愛的 所以不定有一天 就可以感動陳媽 拜託 現在陳媽媽 根本就不讓玉婷隨便出門 就連上下學都要品障接送了 玉婷跟光輔要怎麼偷偷談戀愛 而且啊 你們忘了 我們三個都已經是黑名單了 一靠近玉婷 陳媽媽就會起戒心 對喔 我都忘了 現在在陳媽媽的眼裡 只有陳秉章是清白的 現在啊 要是有陳秉章的幫忙 事情就好辦多了 可惜啊 陳秉章就跟陳媽媽一樣 堅決反對他們兩個交往 陳秉章以前更新 那種衝動那種火爆 現在是改了 可是 感覺就有點矯枉過正 你們不覺得他現在個性跟木頭一樣 跟石頭一樣硬嗎 欸 品章 品章 品章不是最偵進方輩輩嗎 哎呀 如果你 跟你爸說 請他出面去勸一下陳秉章 我想到一個可以對付陳秉章的人 誰啊 有這個人嗎 你說的人是 必定練 菲婷 汉瑧 哥 我也是要跟秉章說 你先進去 好不好 是為了芲婷的事是不是 嗯 佩芬都跟我說了 佩芬從哪一段開始告訴你 玉婷跟光辅交往那一段 还是我妈反对那一段 有差别吗 当然有差 如果你早就知道 玉婷和一个比她小的男生交往 你为什么不阻止她 你如果阻止她的话 事情也不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为什么要阻止她 就因为光辅年纪比她小吗 没错 当初我也是有点不放心 可是在我跟光辅接触之后 我发现她是个好人啊 而且她对玉婷的用心跟认真 不会输给我们两个 是吗 说不定她只是在你面前装个好人 你不相信她我不意外了 可是你不能不相信玉婷啊 自从她们两个交往之后 我终于看到玉婷真正开朗的笑 我终于看到玉婷对生活有另外一种热情 真正的在享受青春 我相信她是打从心底的快乐 那你觉得这个快乐能维持多久 小林光辅能照顾玉婷一辈子吗 她的肩膀能给玉婷依靠吗 现在玉婷越快乐 到时候光辅让她失望的话 她受到的伤害 会是快乐的好几倍 如果因为我们这样子 让玉婷难过 那我宁可选择让玉婷快乐 更何况 玉婷有我们两个哥哥不是吗 所以在光辅她成长茁壮之前 还用我们两个可以照顾玉婷吗 照顾玉婷是我一辈子的责任 我走我旁边 是你的话说 光辅她为什么不等她自己准备好 可以照顾玉婷 保护玉婷之后再去追她 对吧 我们两个立场不同 再说下去也不会有结果 如果因为这样伤了和气的话 玉婷会更难过 陈米章 想像你自己十八岁的时候好不好 想像你那个时候 对乙安的真心真意 那种拼命想要保护她的感觉吧 那种拼命想要保护她的感觉吧 我就是因为想过 我才会这么害怕 这种冲动的爱 不一定能带给爱的人幸福 在你回来找陪伦之前 会有真大影韭 陈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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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這些花花澡澡 要放到這邊來會比較好看 丟得長長了 我等一下會處理 千千呢 千千 千千說她出門 叫我先來這邊打手開店 她是去哪裡 不知道她叫我不要多問 我就沒有問她 陳柴 不是誰媽媽要說你 千千說一你就不敢說二 千千說西你就不敢去東 千千叫你贊成你就不敢作下 你真正有今天吃夠夠的 像媽 國父孫中山先生說 人生以服務為目的 所以我承財的人生 當然就是以服務千千為目的 這樣子 好啦 來啦 我給你吃紙茶 謝謝小媽媽 人胖就是這樣啦 動不動就流汗 董勒 陳柴啊 陳柴 哎呦喂啊 你看你這個摸摸啦 怎麼這麼大啊 你不是在撿回 怎麼撿來撿去回還是在身上 什麼啊 我有撿啊 什麼吃蘋果減肥 呃 斷絲減肥 還有喝檸檬水減肥 這些方法我試了不下五六種 可是結果弄得我 怎樣 弄得我反而胖了三公斤 蛤 倒胖三公斤喔 你慘了 你真的慘了啦 你看你一肩肚子啦 好像回憶六隔夜一樣 你這樣是怎麼樣追得到千千啊 蛤 那我抱著這顆回憶六月的肚子 我要怎麼樣才可以追到千千 實在你不行啊 好啦 我知道啦 人家說喔 撿回就是要少吃多運動嘛 對啊 啊 少吃 做不到 所以你幾好多運動 可是想嘛 我現在都一直忙著在服務千千 哪有時間去做運動 誒 說得也對吼 啊 我有辦法了 芋哥要高一點 這樣對 彈跳很大 好啦 我來了 來 芋萱 來 芋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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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嘛一直跑來跑去的啊 沒有啦 運動而已 像媽教我的 你知道嗎 媽媽的頭腦真的很好 想出這個兩全其美的絕招 一邊工作又可以一邊運動 這樣子很快效果就會出來了 效果 什麼效果啊 就是 不懂我講的講話就傳道了 對…沒有啊 沒有什麼事 你們到底在幹嘛 沒有啦 我是還跟夏媽媽抱怨 說…說這次送來的這個扮上袋 品質不好 很多刮傷 放出來的效果也很差 要跟她們換 她們還要收工門費 真不合理 沒辦法啦 這次送來的人就是這樣啦 如果可以賺錢的機會 怎麼可能晃過 我們開卡拉OK店 最重要的是扣扣扣帶啊 不給她們賺 我們怎麼做生意 誰說一定要給她們賺 其實 我們可以自己製作扣扣帶啊 這樣就不用看廠商臉色了 蛤 自己製作扣扣帶 我最近有在想啊 我們家裡買的扣扣帶 內容都好無聊喔 不是男生追女生 在海灘上面跑來跑去 那好啦 做的時候不要跑 喔 好 不然就是啊 會有頭髮吹跟半瓶扇一樣的女生 在那種名勝鼓蹟前面走來走去 客人唱歌起來啊 都不起勁 所以如果啊 我們自己拍的話 可以有故事 有劇情 好玩 又有趣 跟別家店不一樣 這樣子啊 客人說不定會為了這些扣扣帶 常來我們店裡唱歌耶 哇 倩倩 你這個點子好棒啊 扣扣帶 是說這個扣扣帶是 也不是說拍就可以拍啊 對不對 我相信拍起來 我相信喔 也是需要這個銀量耶 媽啊 你不試試看怎麼知道 說不定啊 我們還可以創造更多的利潤啊 對啊 像媽 其實我也覺得 你不用先考慮這個成本的問題 因為我之前在 好啊 你說坐臉不要走 好不好 拜託 好啊 好啊 就是我之前在當市議員助理的時候啊 我有認識一個專門拍片的 那個叫 執行製作啦 我如果跟他聯絡的話 那應該有蠻高的把握 可以商量一下價格 真才 太棒了 你真是我們的弧心耶 那還等什麼 我們趕快啊 從歌本裡面選 我們看人常見的歌曲 我們把它選出來 準備開拍 好耶 這樣子齁 我們簽下咖啡店 出品的扮唱帶就可以叫做 千霞金曲 歌王歌后 排行榜 是 還不錯啦 只不過有點好考慮 這樣子 不然 我們可以叫 千霞金曲 閃亮排行榜 好耶 好耶 好記 好聽 要閃亮亮 好… 我自己自己 好 我們來選 是…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下次你的溫柔一定愛算 請問一下 男女兒的女兒 男女兒都愛藏喔 你們希望我去說服品章 對 不管是凍自己 或者恕之以理 還是幼之以色 你們希望我去色幼品章 秀琴 秀琳 我是失落 你能讓品章 想辦法 可以幫光輔跟玉婷 偷偷地談戀愛 然後慢慢地 再說服陳媽媽 嗯 我也很想要幫玉婷的忙 可是 我恐怕無能為力耶 品章她哪會聽我的啊 可是… 可是你是她學姊啊 而且你們兩個默契又這麼好 我們大家都覺得你們是公認了一對耶 現在我覺得她只會聽你的話了 謝謝你們這麼看好跟品章 可是… 我跟她目前真的只是好朋友 而且… 就算我們是男女朋友的話 我也不見得能夠改變她的想法 你還沒試過怎麼知道 其實… 我之前已經跟品章談過了 我要她多了解一下玉婷的想法 那…她怎麼說 她什麼也沒說 我… 品章真的很固執耶 難道… 就沒有別的辦法 可以幫玉婷了嗎 其實… 我用好的方便想 品章她沒有反駁我 也許… 她還在猶豫 她還在思考 這個時候 如果有個人可以出來推大一把 或許可以改變品章的想法 但是… 那個人絕對不是我 那是誰 陳品章 有一位犯人要交給你審問 好 你可以進來了 … 品章哥 你好 初次見面我叫小林光輔 小林光輔 和玉婷交往那個 你在開玩笑嗎 我沒有開你玩笑 光輔在你心裡 不就是一個誘管玉婷的犯人嗎 我只是覺得 每一個罪犯 都該有為自己辯護的權利 所以我才帶她來 光輔 你有什麼話 就跟品章說吧 品章哥 我知道我年紀比玉婷小 但是我對她的愛 我自信超越年齡 和國度的限制 絕對不輸給任何一個人 這麼大的口氣啊 就憑你現在的肩膀 你能給玉婷什麼依靠 我沒想過給她什麼依靠 因為我覺得兩個人在一起 是應該互相的依賴才對 雖然我沒辦法送貴重禮物給玉婷 但是我一定讓她成為 世界上最快樂的人 這是我唯一想做的 而且也是我能做的 也是為了我表達 愛玉婷的唯一方式 好 那我問你 愛是什麼 玉婷對你而言又是什麼 愛上玉婷之後 愛上玉婷之後 我才明白 愛是一種力量 一天就讓我生命裡的泉源 給我遠遠不絕的力量 一次看到她的笑容 我的心裡面 就充滿了無限的力量 好像為了她的笑容 我什麼都可以做得到 你剛才被我來自首 是嗎 我沒有交易期 你躲下去吧 這種事情當然是能拋多遠 就拋多遠了 安逸 所以你現在也明白 我為了我躲 還講話 芳怡 你到底知不知道我根本 就不想要到你的隔離 我想要當你生命裡的男主角 我想要當一個有肩膀的男人 我想要照顧你 我想要保護你一輩子 因為 我喜歡你 這種熱情執著的眼神 感覺好熟悉啊 當時我對姨安的心情 不也是這樣 學姐 我問完了 你可以帶走了啊 那判決結果呢 那判決結果呢 我等不到你 這一切不太意外 你的心 我們曾經擁有 善良的日子 這種熱情執著的眼神 感覺好熟悉啊 當時我對姨安的心情 不也是這樣 學姐 我問完了 你可以帶走了 那判決結果呢 我又不是法官 不能給犯人什麼判決 你明知道我的意思 學姐 不是讓我想一下嗎 瓜哥 我們先走了 品障哥 不管你心裡是這麼想 都不會影響我愛玉婷的絕心 麻煩您幫我轉告玉婷 告訴她 不管發生什麼事 我們都在彼此的心裡 從來都沒有分開 謝謝 你哨子 怎麼那麼像以前的我 光復 我好想念你 我好想念你 我想念你 陽光的笑容 還有開朗的笑水 我真的好想好想 我好想到處的 跑去見你 我好想念你 我好怕我媽的頭哥 我怕我們兩個我小心 我到底該怎麼辦 你到底該怎麼辦 到底玉婷什麼時候 才能夠擁有自己的人生 勇敢去愛你 天太對方 有時把他 只會帶來更多的養力 如果因為我們這樣子 讓玉婷難過 那我一定可能選擇 讓玉婷快樂 來 陳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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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人都不見了啊 唉呀金姐 我在這裡呀 你怎麼這麼慢啊 我還以為你拿我們買的東西 跑走了呢 哪有啊 我哪跑得動啊 陳彩你最近怎麼了啊 汽車這麼差 病奄奄的像一條蟲 我哪有啊 我知道了 你一定是每天運動 做什麼事情都跑來跑去 才會這樣對不對 不是啦 我明明還很強壯啊 小心一點啊 不行就不要這樣逞強啊你 你們兩個幹什麼你啊 方伯伯 你看嘛 方伯伯這樣才叫一條龍 什麼呀我 方伯伯你怎麼抱這麼大箱東西 我還幫你拿 別別別別別 沒事沒事了 這看起來很大一箱啊 裡頭全是衛生紙 清得很啊 陳彩你這本看起來 這一臉全身無力的樣子 這不行啊 你要是幫我搬的話 被衛生紙壓垮 那不 那不好意思 衛生紙 就是啊 是這樣 之前呢有一個李明 他失業了 我幫他介紹工作 到那個台南一個 非常好的衛生紙場去 結果呢 這會兒他正式錄取了 還要謝謝我 就送了一堆衛生紙給我呢 方伯伯 你這個叫好人有好報 不是 我們不過是舉手之勞 幫人撥個電話 這成不成還得看人家自己 是吧 哎呦你看 這麼多衛生紙 我也不能留著自個兒用啊 所以我想了一想 乾脆我搬到這卡拉OK店裡去 這剛好也是我們的李明服務處 是吧 這不止李明可以用 連客人都可以大夥一起用 這就相當好嘞 太棒了 這像我們卡拉OK店啊 連買衛生紙的錢都省了 是吧 我知道一定很開心 謝謝方伯伯 沒事 不是 我這會兒趕快搬進去 好 好 來 陳彩 你怎麼還不進來啊 你怎麼買的東西再進來啊 沒問題 馬上來 哥多 skulle走 黃里長啊 你真的太照顧我們兩個的李明了啦 你沒事 不要這樣 你看看 我說呀 這親心在外頭 就在想啊 你一定會這麼說 你們倆這是母女連心哪 那當然的啊 他是偶生的 當然最了解我啊 就是呀 我想要不要 när ich 妈,这句话怎么听起来有点怪怪的啊 通常妈妈生小孩 不是应该是妈妈了解小孩吗 阿姨哥 你不是坐在我的肚子里面十个月吗 你离我的心脏很近的嘛 所以你应该是很了解我的心啊 对吧 对 我叫陈彩用凉皮儿说这么久没拿出来 陈彩啊 凉皮儿拿出来啊 陈彩 陈彩 我的天啊 陈彩啊,怎么了你 陈彩 回来,先坐 谢谢 凉皮儿在你手上像是千斤粽一样啊 没事儿,没事儿啊 哪儿啊,那儿呢 我刚做好的凉皮儿就够了太远了 你在干嘛啊 对不起啊,千千,小妈 装作我太笨了啦 东西都拿过,对不起啊 也没这么严重嘛,是不是 就擦一擦就行了 你看,这老天爷对我们好呢 准备那么多卫生纸给我们 没事儿 对啦,对啦 人没有事就好了,没有关系啦 阿朗师兄不是在说那儿 麻有失手,人有乱铁儿吗 就是没关系嘛 好 你真的很笨耶 身体不舒服不会讲是不是 都不会自己照顾自己 你看你,弄得满地都是 不要,不要,不要动啦 我帮你擦一下 对不起啦,千千 我只是一时手脚发软 不知道您办到陈伟家 我下次不会啦 哎呀,这,我说这就是啊 陈才啊,你看看 这会儿的脸啊,白得跟张纸一样呢 是该回去好好休息了 我说啊,你先回去休息 这是开店准备的工作 我们来就行了 我看哦,你最近走路就这样子 摇啊摇,好像摇到外婆桥啊那儿 你还是回去休息好了啦 嗯,好啦,回去休息 还坐在这边干嘛 还不快回去休息 走了,走了,走了,没事儿,没事儿啊 好啊,小心点啊 是 好,再见,再见 好,再见,再见 小心,不要搁到手 不够不说呀 你们有没有发现 陈才他到底怎么了 这是看起来 这一两很不舒服的样子 他明明身你就这样还逞强 这不会关心一下自己 受不了 好啦,好啦,没事儿啦 我们赶快擦一擦吧 要不然时间来不及了 等着开店了 好好好,我去拿扫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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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扫 好好,麻烦您来 好 烂手私手 算个东西都不会 陈采呀,你用手摸着脸,你是看得贵喔? 没有啦,像妈,我只是对自己生气 陈采呀,有什么好气的啦 只是打破一个盘子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啊 不过,说实在,你最近真的怪怪 你是不是身体有哪里不舒服啊? 那是像这样脚软手软? 你最近真的怪怪,你是不是身体有哪里不舒服? 那是像这样脚软手软? 没有啦,像妈,我想我应该是最近减肥太积极了吧? 然后又持续有运动,体力复合不来 才会这样手软,脚软,还发抖 惹着亲戚那么生气 哇,这样讲起来,都是我不好呢 是我一直叫你这样跑跑跑,向前跑 像妈,你不要这样讲啊 我知道你也是想帮我啊 我也很想帮你 所以,我一定要画这个 我一定要画爱情 我一定要画爱情 我一定要 我一定要追到千千啊 加油 你这么拼命,你到底瘦了几公斤啊? 半公斤 蛤? 怎么会这样啊? 我在想可能是因为 每次我这样的手软脚软,没有力的时候 我就吃一些饼干哦 巧克力啊之类的 不充过的体力,所以才会这样啊 真可怜啊,你 你看看你这个六个月的肚子 真要难产啊 我看哦 你跟千千这辈子没有延续了 小妈不要,救救我 小妈 你不要这样求我 你也不要这样 你也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子站起来 你跌倒,活不住 你来这边坐,这边坐 小妈 小妈 陈采啊 不是小妈妈哦 要讲难听的话伤你的心啊 你除了胖之外 你穿着的品味有很大的问题 嗯? 你年纪轻轻的穿着跟小姐相同样 小姐 小姐 哦 说来说去哦 就是一个字啦 什么字 怂 哦 等不到你 是否还等待 别再犹豫 该不该 尖量太慢 梦醒了难爱 只剩一个人惨白 那今我的夜 发现你也在先 爱却没有随之而来 字字一脸 换来是空白 感觉被自己出卖 我等不到你 这一切不太意外 你的心像悬崖 伤心的我被迫离开 就算如此我却爱上这片段 重复着遗憾 我等不到你 觉得自己全失败 我一直在怀疑 你是已经有人做到 我只好把背叛当做到 好 好